龚锦 主公坚持和龚孙渊交好这件事 你当时是怎么看的 我能怎么看 我躺着看 启巴 鲁肃 你怎么不问问周瑜 为什么不去给诸葛亮吊丧 哦 也是 那时候龚锦已经死了 想起来张昭当时够辛苦的 各种劝主公都没用 也不知道主公当时非要和辽东结盟意义何在 远交进攻也不是这种搞法 二毛子不听张昭的话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不过张昭总比被流放了一路的虞藩好一点 虞藩真的惨 虽然他在政治上没能有所建树 但文学成就却不小 或许是某种文章曾命达霸 自古有才能的人志向无处施展 只好将志向投于文章 孔子周游列国未受重用 论语却流传世间 司马迁得罪汉武帝遭受急刑 史记却成为旷史之助 某种意义上他还得感谢我 深有体会 我本来也是有志图王的 但是那位张无王一点也不听确 后期甚至还对元朝朝安 我只好退而著书 才写出三国演义 你跟人家能相提并论吗 人家无处施展 写出了照耀长夜的经典 你无处施展 就写出这么一万额之缘 某观众 我被孔明气死 伯福被鱼吉吓死这种事 你是怎么想的 小说杜撰嘛 连魏晋的笔记小说也难以避免 更别提后代的张回小说了 何况三国演义开创了通俗文学的天地 还是很有价值的 我看这群就别叫三国英雄群了 改名叫三国喜悦路吧 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确实高 影响了后世五百余年的文学审美 尤其是三国茅庐那一段写得太好了 好就好在你这个被雇的对象 一种回自始至终就没出场 真他娘的 一方面通过多个侧面 衬托出孔明先生的声明 另一方面体现出孔明先生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仙人气质 过誉了 其实我没你写的那么仙 诸葛亮 你就别法尔赛 毕竟不是所有老板都会三国茅庐 不满意的话 你们可以跳槽来我们这儿 真的 主公不止对我一个人这么好 徐术啊 法政啊 这些谋士他都很信任 就连魏延这样比较孤傲的武将 也对他十分敬服 低调低调 尽管记汉看起来希望那样渺茫 仍有侍卫之臣 不屑于内 终置之士 望深于外 说到底还是个封建政权 别把你们蜀汉的军神关系 说的像是什么如兄如弟的乌托邦似的 还真是 你是没看到后世的那些帮派弟兄 来拜我官二哥了 低调 这倒是让我有点无话反驳 其实丞相走后 记汉就逐渐衰败下来 后期甚至 入其潮 不问直言 惊奇也 明有菜色 您说那段时间大家仍旧其心 是因为禁服的不只是先主 还有丞相您啊 博曰 丞相 宇宙 你属的马屁我真是一点也听不下去 其实谁统治天下对一般打工人来说都一样啊 明君 暴君 昏君 能一样吗 那你觉得你属的后主刘燦 是什么明君吗 还是说你觉得诸葛亮是明君 哎呀 好家伙 好家伙 论采雷还是紫禁在行 可惜曹魏的臣子进群的不多 不然这个吐槽大会的哀声还能更多一点 咱家乐于铲除国贼 为民除害不满意 非常满意 我选择加入您家 并为您高歌一曲以父之名 满 满 国贼是指被送了空师和寻遇和被画了壁画的余劲吗 杨修你自己有怨气不必写别人的名字说话 我能没有怨气吗 我明明判断正确了曹公退兵的意思 曹公竟然还把我杀了 上司本人未有表示 你身为下属不可以越俎带庞 基本规矩不懂吗 而且曹公有心退兵 但退兵的具体时机还在待定 你凭什么替他发话 这一次你判断对了 在军中有了声望 下一次你若假传圣旨时 又会发生什么 哼 你和曹公果然是一类人 夏侯司马不分家 司马夏侯都是父亲 我诸葛也是父亲 司马家出坏蛋 夏侯家出莽夫 你在这儿大言不惭的 你诸葛家出啥了 诸葛家出智者 我们两口子都足智多谋 上司那么无语 还是上司 三国里有几位 有足智多谋 且有名的老婆的 咳 公瑾 你老婆出名 是因为漂亮 咳 祝公 你老婆出名 是因为命苦 那你诸葛亮的老婆呢 是因为丑吗 我又不是只看重颜值 不看重内在的肤浅之人 都说你诸葛家忠心 别人一家 都是把命运 吸在一个国家 你们诸葛家族倒好 魏国诸葛蛋 蜀国诸葛亮 吴国诸葛锦 三国三家 都有你们的人 所以说 不管你们最后谁赢 我诸葛家一定赢 晋国你们诸葛家族 没安排人吧 所以最后还是我赢 我呸 曹操奠定魏国 是因为一统中原 我主公当上皇帝 是因为广师仁义 你呢 我怎么了 我家也是三代拼搏换来的江山 三代拼搏 是三代苟且吧 卓葛村夫 你 你什么你 要不要我再给你送套女装